未来十年时间,这四类资产未来会越来越贵 老百姓逆袭翻身呢,或许不是梦 那么哈喽大家好,我是技术派教育心 一个十年产论技术研究的老技术派 周末呢,跟大家聊一聊未来十年之间最大的投资机会 在我们迎接新时代到来前 如果当下你还对未来很迷茫的话 那么这个视频请一定认真听完 绝对会让你醍醐灌顶 那首先呢,我们来看 第一呢,首先我们要排除的就是房地产 可能有很多人呢,认为买房子啊 依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投资机会 但是我们要讲,房子现在主要呢还是人住 因为炒房啊,国家已经不断的通过政策来打压了 要想提到房地产的投资价值一定要靠人 那么从2022年的话 全国的新生儿的数量首次跌破了1000万 人口的出生率已经降到了一个低点 所以大家知道 房地产这个产业呢 它是一个劳动密集型 资金密集型和产业密集型的这样的一个行业 所以说的话,未来人口逐渐降低,带给我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你像房地产对应的建筑,钢铁,水泥,很多的建筑,装饰等等 一系列产业都和房地产息相关 所以说的话,房地产的十年黄金时代已过 那么我们要折击选择更优质的投资机会 那第一呢,我们要给大家强调的排在首位 那就是黄金和人民币 可能有很多人的不太理解 黄金的是作为避险货币存在的 同时人民币为什么是最大的投资价值呢 那这要从我们的整个的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看 而且称霸全球货币体系多时的美元 现在已经很多国家都已经放弃使用了 包括近日访问完中国的马来西亚的领导人提到了 已经没有理由继续依赖美元了 完全在两国贸易之中直接用本国货币就可以了 而且亚洲的整体的经济体量已经很强大了 而巴西和中国呢,也宣布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 以及印度和马来西亚之间的贸易结算 也同意用印度卢比 也去美元化非常快 整体的浪潮呢,已经向全球蔓延了 而且去美元化背后的话 实际上就是大家对美国的不信任嘛 现在呢,已经有30多个国家 逐渐的在贸易结算当中呢 投资方向已经转向人民币了 所以说的话,美元很快就会失去力量 那失去力量之后 那么非美货币就迎来了整体的价值的 价值的攀升期 所以说货币的多元化呢 也是大势所趋 不可能让美国一支独秀 对吧 所以说这是我们人民币的方向 而黄金的话 我们发现2023年的三月末呀 我国的黄金储备已经达到了6650万盎司 已经连续五个月我们去增持黄金 而且现在各国的央行啊 都在增持黄金 那二月份全球的黄金储备也增加了52吨 那么也是连续11个月的进购买 所以各国整体的这个黄金的购买量的储备量啊 也是迎来了史上最大的一个开局 从2010年以来 那四月份以来黄金价格呢 也一度攀升到了2032美元每盎司 创了近11个月的性高 所以的话我们看外围的这样的一个美元霸主 在不断的减弱的过程当中 美国的银行业的危机啊 更没有消化太近 多国计划呢 都在使用本币结算 减少美元依赖 那所以说的话 黄金价值呢 自然会有所凸显 那美元的衰退啊 它是阶段性的 是要有时间周期的 所以说我们在未来十年的这个时间周期来看呢 那我们黄金和人民币绝对是主流的投资 这是我们的第一大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说第二大机会 那首先投资啊 它一定是一个长期的 我们知道李嘉诚 巴菲特和索罗斯 我们都知道他是拿过世界首富 而且赚过人生的财富自由 那么他最大的最成功的投资是什么呢 说实话 他们三个人最成功的投资就是健康 那首先李嘉诚 他是1928年的生人 现在呢 已经95岁了 那沃伦巴菲特和乔治索罗斯 他俩呢 都是30年出生 所以说已经93岁了 掌握巨额财富的同时 投资最大的成功就是自己的身体 因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所以健康是第一位的 那健康以外 那为什么要提到专业和知识技能了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每年的应届毕业生 已经超过了1000万 那在折业的同时 大家知道学历已经遍地都是高级学历了 本科研究生遍地都是 那在社会当中生存 必须要找到一项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 能够促使自己长久的来从事和成长自己 是自己需要投资最大的一个能力 就是专业和知识技能 这一点的话 我相信年轻人都深有体会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第二大投资能力和机会 第三呢 就是孩子 为什么提到孩子呢 大家知道 一个家庭当中 他的投资是最大的 就是孩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从他出生开始 他的经济上的投资 他的整个的一个教育培养的投资 他是非常持续的 而且占用一个家庭的精力 当孩子未来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的时候 那么他能给家庭回馈的是十倍百倍 甚至更高的一个回报 所以说孩子一定是我们第三大投资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要花心思 花精力 还需要更大的财力 来保证我们的教育水平 那第四就是优质公司的股票 那为什么要提到优质公司的股票呢 因为大家知道 我们A股现在在下一盘大棋 可能有很多人对这盘大棋不清楚 不了解 那这样的话 焦老师就跟大家讲一讲 A股的这盘大棋不像美国 美国的是走正当上行的股市 逐节攀升 当然美股它历经历史的时间较长 而A股的话不是这样的 A股一直持续在三天点 并不是他不好 是因为他在走一个独特的道路 这个道路的话可能大家都不太清楚 大家知道 整个的A股的高光时刻 从998开始到6124 624到1849 1849到5178 5178到2440 2440上冲无力 又到了2863 所以说现在整个的A股在下一盘什么大棋 做一个整体的一个三角形整理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且已经出现了历史位的四大低点 现在只有两大高点 所以说我一直在讲2023年8年牛市的标志性的目标 就是4100点 而且4100点远远不是A股最高光的时刻 突破6124达到万点的高度 所以说的话 在A股在布局阶段 我们是应该潜伏的 并不是害怕他 要掌握历史的运行规律 那么现在来讲 我们最大的投资希望就是在优质公司的股票当中 现在我国各行各业的整体上市公司的估值还是非常低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要挑选优子公司的一个估值 当股市上升到1万点最高光时刻的时候 现在你做的任何的决定 无论你买着高点还是低点 永远都是价值的低挖区 优子公司股票在未来10年内一定会连续翻番 所以的话我觉得呢 大家要把当下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领域一定要认清 那首先焦老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呢 因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即将爆发 那么每一个世纪爆发一次工业革命 首先我们看到 那么18世纪英国呀 开启了第一次的工业革命 开启了机械代替手工机械化时代 同时呢 蒸汽机的发明作为代表 那第二次工业革命呢 就在19世纪 德国引领 内燃机作为代表 电气化设备呢 大量的服务社会 那第三次工业革命 由美国为带领 首先计算机互联网为代表 开启了整个的互联网时代 那21世纪一定是以人工智能为代表 都会有每次的工业革命 都有一个国家来进行引领 来造就巨大的一个行业变更 所以的话 首先未来 美国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将近持续了100年 美国霸权主义也逐渐的被削弱 美国的衰退已经越来越近了 从美元的表现和各国的态度来看 已经不对美国抱有任何的信任了 这就是我们中国崛起的契机 我们在新时代下 我们一定要把握时代的风口 掌握当下10年内最大的投资机会 那听懂的伙伴们呢 记得在评论区打卡一波666 长点赞好运不断 关于优质公司股票的投资方向 大家呢不清楚也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关注我的文章 因为每天啊 大盘收盘之后呢 我都会在文章当中分享三匹白龙马 给大家做参考 那么最近分享的朗泽股份 也有十几厘米的涨幅 同时呢也是提前告知大家风险和机遇 那么不清楚在哪里看文章的 大家呢经常用什么和你的朋友发红包 在那里收技术派交易心 记住六个字 多一个字少一个字 都是冒充 关注我的文章就可以了 那最后呢 祝大家2023年股市长红 我们下个视频见